黃醫師跟我們講看 我們知道這個毒蛇 它去供我們 大概就用神經毒 它如何去癱瘓你 控制你 最後 吃掉你 其實我們對於毒蛇 它毒一種是分兩種 一種叫做初血性的毒 一種叫做神經性的毒 這兩種毒它的死法都很可怕 如果你是被初血性的毒蛇咬到的話 你的傷口會腫脹 而且它會破壞你身體的凝血機制 因為初血性 到最後你的死狀就是一個 七孔流血而死 可是如果今天是被神經性的毒蛇咬到的話 它反而不會痛 它到這一開始是會有點麻麻的 可是到後來 因為它作用是作用在我們神經性 跟肌肉交界的那個點 所以到後來你就沒辦法控制 你全身的肌肉 肌肉毛病 到最後連你的呼吸筋都沒辦法控制 所以你就呼吸衰竭而死 等於說你一口氣都不剩 你就這樣就死掉了 所以這初血性跟神經性的這種毒 都是非常的可怕 所以它發病的病程是快快快到 你連發救人你就不會有 對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被毒蛇咬到20分鐘以內 就是我們說一般來說 20分鐘以內的症狀就會發生 當然是以毒性的強弱而比 像剛才提到的泰潘蛇 可能15秒 15秒你就毒性就發作 可是有些我們一般來說 在醫院我們處理是20分鐘 我們會觀察 只是今天有個病人來 就順便有這個機會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關於那種被毒蛇咬到之後 或者是被蛇咬到之後的一些 該怎麼辦 因為之前有聽到一個澳洲新聞 所以有一個英國人 去澳洲那邊打工度假 結果被蛇 他在野外大號 結果被蛇咬到蛋蛋 對 他就趕快跑回去想請他的室友 幫他把毒 把裡面的毒把他吸出來 拜託 在LP那個地方 但是人命關天 對 他做了嘛 後來那個他的室友 當然就硬不做 因為這什麼好意思 在蛋蛋那個位置 對 不過我要跟大家講 這是正確的觀念 他沒有吸才是正確的 因為以前大家都會講說 如果被毒蛇咬到 趕快用嘴巴把他吸出來 或者是趕快把傷口化開 讓毒血洗出來 這些其實都是不正確的觀念 反而是他不做反而是正確的 因為你如果把傷口化開的話 可能那個毒液 後來就造成一個傷口的感染 就可能這樣整個會腐爛掉 整個傷口可能都爛掉 假如你用傷口 你用嘴巴去吸的話 那也是不對的 因為你如果用嘴巴去吸 假設你嘴巴沒有蛀咬 或你嘴巴有傷口 那毒就順著這個傷口 就跑進你的體內 你反而會被感染 所以說他沒有去吸他的LP 反而是個正確的做法 實在是太可怕了